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嘉一 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不和自己对抗 你就会强大 内心强大和软弱的人 过得有多不一样 同样经历了失败 强大的人会把焦点放在事情本身 很快找到改进的方向 而软弱的人则会纠结于失败了被否定 是不是我这个人不行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认为 生活中的百分之十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 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 对于事情的反应决定了我们内心强大的程度 很多时候事情本身的伤害不大 因为这件事而带来的自我否定 自我攻击才最消耗自己 奇葩说曾经有一个变体 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 那个更不能接受 一方说身体出轨了 只要还愿意回家就可以接受 因为肉体出轨比较容易回到轨道上 另一方说精神出轨才最悲哀 就是你不爱我了 没有爱了 哪种出轨带来的伤害更大 其实不在于精神还是肉体 而在于出轨带来的自我否定程度 被伤害的一方会不断地追问自己 他为何不爱我 对方到底哪里比我好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有的人把原因归结于对方 他会考虑自己的接纳程度 做出选择 有的人则会归结于自己 也就是让这些问题不断地折磨自己 这种长期的自我质疑和否定 比背叛更伤人 哈佛医学院临床心理学家 克里斯托夫·肯吉默 在《不与自己对抗 你就会更强大》中写道 每个人都会遭受到两支箭的攻击 第一支箭是外界射向你的 它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本身 第二支箭是自己射向自己的 它就是因困难和挫折而产生的负面情绪 实际上第一支箭对我们的伤害并不大 仅仅是外伤 第二支箭却会伸入内心 给我们造成内伤 我们越是挣扎 越是想摆脱它的困扰 这支箭就会在我们的心中陷得越深 人在面临危险时 一般会通过战斗逃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当我们遇到负面事件时 这些反应就变成了可怕的三件套 自我苛责 自我隔离和自我沉迷 克里斯托夫在书中写道 越是痛苦时 越要学会清醒接受自己所遭受的痛苦 对自己是以理解和关怀 也就是自我同情 而自我同情也会让我们摆脱负面情绪的影响 让内心强大起来 书中讲到一个名叫米歇尔的女孩 她聪明又勤奋 拿到了一所著名大学的学位 获得了一家大型公司的工作 但是她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害羞 与人沟通时 常常因为害羞而脸红 米歇尔看了很多 克服害羞方面的书 也做过心理治疗 但最后都失败了 她告诉新的咨询师 你的建议可能也没有效果 因为大部分办法 在我身上都失效了 而咨询师要做的 就是改变她对自己的预期 不要与害羞为敌 而是接纳害羞 她解释 当你努力不要去想 粉色的大象时 你就偏偏会去想 而且每次提醒自己 不要想的时候 大象的印象都会更为深刻 当米歇尔害羞的时候 她用尽方法去对抗 深呼吸 狠狠掐自己 喝水假装镇定 但是这些只会加重她的害羞 越是和焦虑对抗 焦虑反而会越重 对于米歇尔来说 她要学习的是接受 接受自己的焦虑 接受自己 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 每次注意到自己 又开始害羞的时候 她会对自己说 我只是被吓住了 只是被吓住了而已 无需假装镇定 把注意力从自己的脸 有多红上转移开来 渐渐地 她能够和同事们 简单地闲聊了 学会放下对抗和自我接受 克里斯托夫给了我们一个 FAEC四步骤 F感知痛苦 A是接受痛苦 C是用同情心去回应 一是期待有技巧的行动 以当众讲话的紧张感为例 首先 你需要感受身体里的紧张感 肌肉变紧张了 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接着 客观地去接纳它们 告诉自己 紧张是人类上台发言 那种自然反应 哪怕是爱因斯坦 也害怕当众发言 随后 用同情心去回应 给正在被紧张感困扰的自己 一些理解和关爱 最后 对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抱着美好的期待 重新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要说的话上面 想到自己 今天要说的话 是很有价值 有启发性的 一定有人在听了你的发言后 会有所收获 在美好的期待中 把身心投入到 潜词造句上 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说 苦难本身并不可怕 有苦难而生的怨恨 才是真正的痛苦 人生中 大多数的痛苦 不是别人给你造成的 而是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 切纳一书中 有一个比喻 想象自己 置身美丽的田野 手里拽着一根绳子 正在拔河 绳子的另一端 是一个蒙面神秘人 他也在用力拉着 于是 你拉得比对手更用力 这个对手就是生活 他试图将你拉入 你不喜欢 也不想要进入的境遇里 堵塞的交通 增加了体重 看不到头的队伍 凡人的上司 苛刻的母亲 讨厌的疾病 意外的事故等等 你不想被生活 拖入这些倒霉的境遇里 于是 用力拉扯 你想着 只要足够用力 就能稳住这条绳子 就能控制人生 可是 你的对手生活 总是比你更有力 你不想看到的人 不想发生的事 依然会在生活里出现 这场拔河 注定会输给生活吗 有没有可能终止比赛 如果你停下 与绳子的对抗 放松下来呢 只需要松开手 看着绳子自然滑落 停止与生活的觉力 你就能够感受到 释放与解脱 你就可以坐在 美丽的田野中 锦绣花香 感受内心的平静 接纳自己 不和自己过不去 就是顺水行舟 放下绳子的过程 它是我们通往更平静 更满意的生活体验的 最佳途径 所谓强大 不过是不和自己对抗 而是集中所力气 去对抗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好了 这就是今天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 更多美文 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安 亲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